尿正法 四者造佛形象 四者造佛形象 六菩萨成就四法 得富贵身 何等为四 一折应时行诗 二者无亲慢心 三者欢喜俄语 四者不惜果报 三者欢喜俄语 七菩萨成就四法 能理法障 速得清净 何等为四 一折 以身意乐 色三律仪 二者 闻圣神经 不生诽谤 三者 简心发意菩萨 生一切至心 四者 四者 于诸有情 大慈平等 三者 八 在家菩萨 祝于慈敏 不恼害心 应修恶施 何者为恶 一者法师 二者才师 优优独播剧场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中华印经协会 做了各种的书 漫画书 故事书 经典 DVD 推广在学校 监狱 各佛教的 道场海内外 所有的地方 为什么 大转访了 所以要感恩 非常多的菩萨 不断地在 关心护持 印经协会 也非常多的人 不断地来 要书 DVD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 愿佛陀的教法 满人间 令众生 离苦得乐 感恩各位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 中华印经协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们看着你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着美食一样 但是 接下来的故事 或许就会改变你对狮子的看法 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的肯亚 在肯亚有大片的草原 很多野生动物就生活在那里 杰森是一名动物保育人士 它和女儿艾玲 在肯亚生活已经有好几年了 很多动物都和它们成为了好朋友 爸爸 我们今天去找小斑好不好 小斑 他是谁啊 他就是你上次救回来的那匹斑马 我给他取名 叫做小斑 是这样啊 这么说 你跟那匹斑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对啊 我有答应他了 等他回家后 我一定会去看他 是吗 那好吧 你看前面有一群斑马 我们过去看看 你的好朋友在不在那里 小斑 小斑 我来看你了 杰森常常会在大草原上遇到受伤的动物 并且将它们带回到洞宝协会医治 而爱玲也会跟着父亲学习 怎么照顾他们 菲尔 这只小狮子的伤势如何 它这个是枪伤 不过还好 没有伤及要害 那些盗猎的人真可恶 连这么小的狮子都不放过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 那些人一定会把它抓走的 小狮子 你不要怕 让菲尔医生帮你治疗一下 这样你才会快快的好起来 那些坏人真是过分 不过你放心 在这里没有人能伤害你 我会保护你的 爱玲和小狮子很快便成为了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稀闹 来 小狮子 我的饭 等你吃 他们的感情可真好 或许有爱玲的陪伴 小狮子的伤才能这么快就康复 既然小狮子的伤已经好了 我们也该把它送回草原去了 嗯 是该把它送回去了 虽然爱玲心里很不舍 但她还是随着父亲 一起将小狮子送回了大草原 小狮子 小狮子 我们要送你回家了 以后你可别再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否则坏人又会趁机对你下手的 对 就是这群狮子 我曾经观察过他们 小狮子和这群狮子是一起的 小狮子 你看 那是你的家人吗 看来小狮子 真的是和他们一起的 那就赶快让他回家吧 小狮子 快回去吧 你的爸爸妈妈 应该很想念你 这一天 爱玲独自一人在户外玩耍时 突然遭到绑匪劫持 嘿 你看 那个小妹妹自己一个人 嘿嘿 这真是个好机会 嗯 她好像是动保人士的孩子 我们绑架她的话 动物保护协会的人 一定会拿出一大笔钱的 你们要做什么 放开我 救命啊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 你赶快去准备二十万美金 等一下 我会告诉你交钱的地方 还有 千万别报警 否则 我们就对你女儿不客气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先到草原深处 那里应该没有人会找得到我们 得知女儿被绑架的杰森 非常着急 菲儿 艾琳 艾琳她被绑架了 什么 杰森 你别紧张 我们先报警 对 对 要先报警 喂 警察局吗 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杰森 我的女儿艾琳被绑架了 王匪开车载着艾琳 来到了草原深处后 便停车休息 嘿嘿嘿 我们躲在这里 谁也找不到我们 小妹妹 不要怕 等我们拿到了钱 我们就会放你走的 让你先喘口气吧 但别想趁机喊救命 在这里 除了动物 是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叫声的 嗯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嘿嘿 放心 只要你爸爸把钱给我们 我们自然就会放了你 嘿嘿嘿 哎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顺便 打电话问他们 钱准备好了没有 啊 是狮子 怎么会有狮子出现呢 哎 真是的 我们快跑 别丢下我 求求你们别丢下我 喂 那个小妹妹还在外面啊 哎 管不了那么多了 要不然被吃掉的 就不止是那个小妹妹了 那几只狮子 距离艾琳越来越近 可是 艾琳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根本没有办法逃跑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它们靠近 爸爸爸爸 快来救我 然而 让艾琳感到惊讶的是 这三只狮子 来到她身边后 并没有攻击她 反而是待在她的身边 保护着她 咦 这些狮子没有要吃我 这时候 在附近的野狗 想来攻击艾琳 保护艾琳的狮子 也发现了野狗 其中一头狮子 弄射着野狗 威胁她 不要靠近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狮子们好像是在保护我 啊 小狮子 难道是你吗 小狮子 没想到 在我最危险的时候 会遇见你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救了我 原来 这是艾琳和父亲 前一阵子 救助的那只小狮子 小狮子 和她的家人 一直等到远景到达后 才离开 是艾琳 我发现艾琳了 天啊 她竟然和狮子在一起 是警车 警察来了 太好了 我得救了 艾琳 你没事吧 那几只狮子 怎么会在你的身边 它们是来保护我的 谢谢你 小狮子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天的 时昏待业障 时速解因果 季品鱼 是一个从小 就非常喜欢吃肉的女生 而且更爱吃 用肉类做成的零食 哇 妈 你今天怎么做了 这么多好吃的菜啊 因为我知道你要来 所以特地做给你吃的 红烧肉 鲜鱼汤 还有炒鸡肉 哇 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耶 妈 你真了解我啊 我的女儿 我能不了解吗 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小时候 连零食都一定要肉做的 才肯吃呢 小鱼 你别只吃肉 要吃点青菜啊 妈妈 我不喜欢吃青菜 我只喜欢吃肉 对了 明天学校 要带你们去校外教学啊 嗯 对啊 妈妈 明天你要帮我准备一些好吃的零食哦 好啊 你想要吃什么零食呢 我要猪肉干 牛肉干 还有鱿鱼片 你啊 连零食也得要有肉啊 当然啊 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肉了 嗯 你吃慢一点 小心噎到啊 还有 别只顾着吃肉 你要吃点青菜啊 妈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吃青菜的吗 你啊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真是的 鼻子又开始过敏了 唉 这个病 从你小时候就一直跟着你 原本以为 你长大了 抵抗力强了会好些 可是怎么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季品鱼 从国小的时候 鼻子就开始出毛病 经常鼻塞不通 到了国中 鼻水更是流个不停 怎么了 你的过敏又开始了啊 对啊 实在很烦人业 唉 中西医我都带你去看了 不管是打针还是吃药 怎么就不见效果呢 或许 等你长大后 就会比较好了吧 嗯 希望如此吧 然而 长大后的季品鱼 不但鼻子过敏没有痊愈 反而又得了气喘 和异味性皮肤炎 常常半夜 被鼻塞 气喘惊醒 让他苦不堪言 你老是这样 也不是办法 还是要再去医院看看 妈 从小到大 我们去过的医院 超多间的 但是都治不好我的病 这样再去医院 还有什么用啊 对了 我们这附近 有一间佛堂 那里有位学佛的中医师 在免费帮人家看诊 听说有很多人 得了怪病 都在那里治好的 不如我们去那里试试吧 是吗 好吧 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肉类呀 是啊 医生 不瞒您说 我这个女儿 从小就很爱吃肉 就连零食也是肉 这就对了 你身上的这些病 是因果病 靠打针吃药 是不可能治得好的 啊 因果病 医生 什么是因果病啊 你仔细想一想 你从小到大 吃了那么多动物的肉 现在的鱼肉蛋奶 夹杂许多抗生素 荷尔蒙生长激素 及抗药性的毒素在里面 当你吃下这些东西后 毒素就会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天啊 怎么会这样 最重要的是 那些被你吃掉的动物 也算是被你间接杀死的 你想想 那些被饲养的动物们 它们从小被关在 狭小的空间里成长 还要每天被迫挤奶 到老了 或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只能等着被屠宰 当它们被宰杀时 那凄厉的惨叫声 不正是在求着我们人类 别这样残忍对待它们嘛 我们怎么还能忍心地 去喝它们的奶 吃它们的肉 啃它们的骨头呢 这个我真的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一直认为动物 就是要给人吃的 那你换个角度去想想 如果我们被捆绑 被刀子割 被热油滴 被滚水烫 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忍受 这样的残忍对待呢 我想我们人一定没办法忍受 那更何况是无法反抗 不会说话的动物呢 这么说我女儿是因为吃了肉 才会生病吗 是的 那以前我让她吃一些甲鱼和蛇肉 来补身体 不但没有帮到她 反倒增加了她的罪业 是的 在生病的时候 杀生补身体是最糟糕的 你想想看 当你为了补充身体的营养 而鲨鱼 鱼 蛇 鸡 羊 牛 他们因为你的需求 而被残忍地杀害了 我们人要将心比心啊 你会愿意让那些动物吃掉你吗 你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怨恨与恐惧吗 天哪 过去经常听人家说什么因果报应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报应吗 当然了 那么多的生命被你吃进肚子里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你呢 我错了 我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做 才能解掉这些萤火病呢 你现在知道错了 一切还来得及 只要你以后每天诵经吃素 多多放生 我相信你的罪业很快就会消失的 嗯 我会照做的 谢谢您 从那天起 季品鱼果然每天开始吃素 送精 并且经常去放生 虽然他周遭很多朋友 无法理解他的做法 但他仍坚持坐下去 并劝说他人和自己一起吃素放生 哎 季品鱼 你最近是怎样啊 我怎么看你一直吃青菜啊 记得以前你是没有肉就会吃不下饭的那种人啊 对啊 要不是我过去吃那么多肉 我也不会生那么多病啊 我现在可是痛改前非 不再吃肉 只吃素菜了 哦 哎呀 你怎么把刚刚花钱买来的鱼都放掉啊 当然要放掉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买这些鱼就是为了要放生的 你为什么要自己花钱去买这些鱼 然后又把它们放掉呢 你这样做不是会损失自己的钱吗 不 我并没有损失什么 我花钱买鱼 然后将它们放生 这样一来 鱼儿获得了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而我也种下了一个善果 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 怎么会有损失呢 季姐姐 我听说你现在学佛吃素了 对啊 季姐姐 你怎么会开始学佛了呢 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你变得好奇怪 不但不吃肉 还自己拿钱买鱼虾放生 他们都说你很傻呢 是吗 嗯 那就让他们说吧 学佛放生的领悟 是他们体会不到的 可是季姐姐 你不吃肉了 这样身体 还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吗 其实蔬菜水果 五股杂粮 粗食跟进类 一样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营养 也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 只要我们能健康地活着 何必去跟那些动物结下愿筹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哦 吃素还有很多好处呢 吃素除了可以让自己的慈悲心增长之外 还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更没有负担 也不会亏对于自己的道德与良心 原来是这样啊 我想说最近看你的气色好了许多也更加的健康 原来这就是你坚持吃素放生的原因啊 是啊 所以你也赶快改掉你吃肉的习惯 换成吃素 这样既能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净化 还能让自己的脸散发出年轻光彩哦 嗯 那我也要赶紧来试试看 说来也真是非常神奇 自从季品鱼吃素放生后没多久 困扰他将近15年的过敏性鼻炎 居然已经好了九成以上 气喘和异味性皮肤炎也都不再出现 哎呀小鱼 你说你的病都已经好了 对啊 前几天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的过敏性鼻炎已经好了很多 连其他的病也都已经痊愈了 没想到佛堂里的中医师说的都是真的 小鱼 这些病产了你快15年 现在终于好了 我们可要好好庆祝一下 你等着 妈妈去给你煮好吃的 妈 你要记得 不能煮肉啊 只能做素菜哦 当然啊 我的女儿现在只吃素菜 不吃肉了 生命中的贵人 在美国伊利诺州的动物收容所里 有一只牧羊犬叫做威尔 它被送到收容所的时候 全身都是伤 男西你看 威尔又独自躲在那里了 嗯 她好像还没有从心里的阴影走出来 唉 还记得她刚被送来的时候 身上的伤口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是啊 从那些伤口可以想象出 她曾经受到怎么样的虐待 我想 这也是她 现在对什么都感到恐惧的原因吧 可是 威尔一直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啊 谁会愿意收养一只悲伤的狗狗呢 这一天 凯莉带着两个儿子 来到动物收容所 她打算要在这里领养一只狗 来陪伴孩子们 妈咪 我们要养什么狗狗呀 妈咪 我们可不可以养一只大狗狗啊 这里面的狗狗很多 到时候 你们自己选 选中哪一只 我们就养哪一只 好不好啊 好啊 我一定要选一只 又大又漂亮的狗狗 哥哥 我也要一起选哦 嗯 收容所里的狗狗非常多 而凯莉一眼就注意到了 趴在角落里的威尔 请问一下 为什么那只狗狗看起来很悲伤呀 哦 你是说威尔啊 她从来到我们这里 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了 那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威尔在上一任主人那里 过得并不好 她长期被关在小笼子里 狭小的空间 让她无法活动自如 我在想 她应该还有被虐待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妈咪 这只狗好可怜哦 妈咪 我们可不可以 收养这只狗狗啊 对啊妈咪 我们就收养威尔吧 我们会对她很好的 嗯 好啊 那我们就决定收养威尔了 耶 就这样 威尔来到了凯莉的家里 但是她依旧感到不安 悲伤与害怕的表情 一直显现在脸上 威尔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当初你不应该把她领养回来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并不是她自己要这样的 凯莉 我们需要的是一只健康快乐的狗 可是你自己看看威尔 它一脸的悲伤 你可要知道 这样的情绪是会影响到孩子们的 马亭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把开心和快乐 带给她呢 我相信 只要我们用心去照顾她 让她知道 这里就是她的家 而且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欺负她 最后她一定会变得 活泼快乐的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改变她 威尔 这块蛋糕给你吃 它很好吃哦 哇 威尔吃蛋糕了 威尔吃了 我给她的蛋糕了 哥哥 我也要拿饼干给威尔吃 威尔在凯莉一家人 充满爱心的照顾下 五个月后 她终于变得活泼开朗 每天都会跟随着凯莉 外出散步 嗨 凯莉 好久不见 你们在散步啊 是啊 每天的这个时候 一定要带威尔出来走一走 不然她会不高兴的 哎呀 才几个月不见 威尔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耶 是啊 威尔她非常的聪明 也很乖巧 现在她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 对 威尔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想 我想一定是你们全家用爱心化解了威尔心中的阴影 她能遇到你们这一家人真的好幸福啊 自从威尔来到凯莉家后 就一直非常乖巧听话 然而这一天 凯莉准备抱抱威尔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威尔 你这几天又长胖了不少哦 怎么了 威尔 我弄痛你了吗 马丁 你看 威尔她这是怎么了 奇怪 奇怪 威尔是怎么了 平时你抱她的时候 她不会这样啊 对啊 我想她一定是发现到了什么 呃 什么意思啊 我曾经听说过狗狗闻得出癌症的味道 会不会是威尔发现我身上有癌细胞啊 这怎么可能 凯莉 你可别乱想啊 马丁 当年我妈妈和我一样年纪的时候 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说不定我也有可能得到癌症了 好吧 为了一防万一 我们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嗯 马丁陪着凯莉 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的结果 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天啊 我的胸前竟然真的有恶心肿瘤 是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还好发现得早 谢天谢地 多亏了威尔 如果不是她发现你身体里的癌细胞 那后果真的不开设想啊 对啊 如果不是威尔发现 我怎么可能察觉到身体里的异常呢 更不可能会到医院做检查 请问你们说的威尔 也是一位医生吗 不 威尔是我们家养的狗 是他在我胸前又闻又抓 所以我才来做检查的 天哪 这竟然是真的 过去我曾听说 狗狗可以嗅出人身上的癌症 我一直都以为这只是个故事而已 没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事 是啊 以前我也有听过这种事 但我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我想这是威尔对你的报答 当初你把他带回家后 愿意付出自己满满的爱 让他走出过去的创伤 所以他已经把你当成他生命中重要的家人了 嗯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凯莉终于康复出院了 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拥抱威尔 威尔 这些日子没看到你 我好想你哦 快过来让我抱抱 你看 这一次 威尔没有像上次那样 一直抓你的身体 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 威尔 谢谢你 有你在 我们全家都好幸福 或许对威尔来说 领养他 又爱照顾他的凯莉一家人 是救命恩人 但对于凯莉一家人来说 其实是威尔救了他们 狗狗真的是一种非常有灵性 且忠心的动物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他 不要随意气养 让我们的相遇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顾持印经协会 就是帮助弘扬活法 活法能否久留于世 和博书经典的流传 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 唱印经书 助印经书 流通经书 对续佛会命 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 顾持印经协会 其实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 欢迎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会员 随喜功德 顾持请恰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或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